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众所周知 现在正值三文鱼回流的季节 前不久我们刚刚报道过 有多名印度人在安省非法捕捞三文鱼 全网都对这种行为感到不齿 这件事发生后几乎所有人都明确知道 下水捕捞三文鱼是非法的 但仍然有不少人知法犯法 继续在安省的河流和小溪非法打捞 最近有不少视频在网上疯传 揭露了这些人的罪行 全网再次骂翻了 据网友发布在X上的视频显示 多人扯着鱼网下水捞鱼 加拿大网友愤怒表示 加拿大新移民再次被发现在我们的河流中非法捕鱼 捕捞产暖三文鱼是违法的 用鱼网捕鱼也是违法的 这就是他们感谢我们给予他们新生活的方式 这个给予他们一切的国家 据视频发布者介绍 这一幕发生在9月15日 地点位于安省Port Hope地区的 加拿拉斯克 River 有多人在河道拉网捕鱼 从视频来看 两名妇女站在河道中展开鱼网 试图捕捞三文鱼 旁边还站着两个男孩 当他们捕捞到大鱼时 两个男孩还上前帮忙 试图把鱼给抱起来 全家老小齐上阵 脸上咬腻着丰收的喜悦 视频发出后 立即在网上引发了全网围观 很多人不敢相信 竟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此猖狂地做违法之事 这种行为之所以恶劣 是因为目前正处于三文鱼的产卵期 如果扰乱了产卵周期 则会导致鱼类种群减少 进而导致明年的鱼量减少 很多网友纷纷斥责 为了今天的一顿饭 而耗尽未来的鱼类种群 这是非常短视的 尤其是扰乱了产卵周期 从而导致鱼类种群减少 鱼量也会大大减少 加强保护才能保证 今天和明天都有食物 三文鱼需要产卵 这群人不明白 由于他们的行为 明年将不会有三文鱼 执法部门在哪里 无独有偶 据另外一名网友爆料 同样是在安省的一个河道 一伙人趁着夜色 偷偷下水捕鱼 这种行为真的太恶劣了 目击者透露 远处有一伙七人站在河里 拿着手电筒朝水里照 似乎是在寻找目标 他们手里举着鱼网 看起来是在捞鱼的样子 拍摄视频的网友表示 自己两次提醒他们 这是违法的 并且会毁了所有人 但对方依旧无动于衷 继续挥舞于网寻找目标 这可绝对称得上是知法犯法了 眼看非法打捞三文鱼行为 愈演愈烈 再次引发了加拿大网友的激烈讨论 和骂声一片 人们无疑再次将矛头指向了印度人核心移民 这些混蛋会毁掉我们拥有的一切 让第三世界进来 然后自己也变成第三世界 人们什么时候才能睁开眼睛 不再那么软弱 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国家和人民 他们享受了全部免费的东西 但竟然还在偷窃 我很生气 不尊重新国家的法律 令人震惊 他们除了自己之外 什么都不关心 多样性将导致江大的毁灭 谢谢特鲁多 这些人应该被立即抓起来 并驱逐出境 驱逐他们所有人 对于这群人的所作所为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总理特鲁多在昨天周一晚上 在参加了美国深夜定时节目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bot 中表示 加拿大的经济前景在宏观上比美国更乐观 但许多加拿大人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 把生活成本上涨的挫折感发泄在了我的身上 言语之中还真是挺无奈的 当时节目主持人Corbert询问特鲁多对有关自由党民调落后的情况有何看法时 特鲁多做出了这些评论 他承认现在就是江大的艰难时期 人们正在受苦 人们正在为购买食品杂货支付房租加油而挣扎 随后他又表态 也许我的对手正在试图利用加拿大人现在想要举行大选的想法 在这场访谈中特鲁多还有一番言论非常引人注目 他明确表示 加拿大的经济前景在宏观上比美国更乐观 只是人们在购买杂货时没有感觉到 所以很多人有挫折感 话重点 总理可是在说 加拿大的经济比美国经济更乐观 大家感受到了吗 此外 特鲁多自然也谈到了最受人瞩目的加拿大住房危机问题 有些事情在加拿大确实有点棘手 我们过去几十年里在建造住房方面落后了 所以住房危机稍显尖锐 还说 我深信我们要继续应对气候变化 继续投资于人们 继续支持大家 我会一直坚持战斗下去 Colbert还问及特鲁多关于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 以及全球极右翼运动的抬头 当Colbert称反对党领袖伯利智 为加拿大的川普时 特鲁多明显是在有意回避这个批评对手的机会 而是将话头转向了加拿大正在推行的 牙科护理 药品护理和每天10元的育儿计划等项目 目前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说牙科护理是否真的存在 我们已经将牙科护理服务提供给全国70万人 而我的对手却在误导大家 说牙科护理根本还不存在 保守党健康事务评论员Steven Ellis 本月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政府搞砸了牙科项目 大多数加拿大人不符合资格 即使符合资格的人也可能仍需自掏腰包支付 随后Colbert借机聊到 我们会越过边境来加拿大买更便宜的药 你们对此感到高兴吗 特鲁多回答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 但如果你们能实现全民医疗保健 那会更容易 他的回答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 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最新表示 联邦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防止来加拿大的人滥用访客签证 Miller上周曾表示 我们整个夏天都采取了多项措施 特别是为了应对进入加拿大的人员流动 显然 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 确保来到这里的人们 比如持访客签证入境的人 是单纯出于旅游目的 而不是为了申请庇护 或作为进入美国的途径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报告称 2023年10月至2024年8月期间 在加拿大美国边境逮捕了21929名非法移民 其中有17810人 在魁北克与纽约和冯蒙特州边境的斯旺顿区被逮捕 虽然这一数字远不及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跃进人数 但却是去年同期8686人的两倍多 去年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北部边境只逮捕了2238名非法移民 在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拦截的21929人中 有12922人来自印度 米勒表示 来自印度的签证申请人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审查 我们确实看到许多从印度或其他国家申请庇护的人 没有得到IRCC的批准 他说 米勒没有提供移民部为应对过境人数激增而采取何种措施的细节 但他的办公室表示 正在探索签证完整性措施 我不能透露更多 因为每当我公开谈论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或放出一些风时 人们会很快做出调整 他补充说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确认了这件事 要知道 移民流动催生了一门利润丰厚的争议 米勒怒斥 这些帖子相当明目张胆 米勒表示 他们已经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利恒德罗 马约卡斯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戴维·科恩 讨论了移民流动问题 他说 通过加拿大将移民带到美国 是通过网络上口口相传来运作的 他们非常老练 米勒说 其中有一些犯罪因素 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应对 包括确保我们的安全部门拥有所有的信息 以便采取行动 加拿大央行行长 蒂夫·麦克林今天表示 政策利率应该会继续下降 但他对降息幅度保持接默 这是自加拿大统计局报告 8月通胀率达到央行2%的目标以来 他首次就货币政策发表评论 麦克林在多伦多的一次活动中说 这是一段闷长的旅程 现在我们希望将通胀保持在1%至3%的通胀控制区间的中间位置 我们需要经济着陆 自6月以来 央行已连续三次下调利率 将政策利率降至4.25% 在当前利率水平 借贷成本仍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一些分析师认为 央行需要加快降息步伐 避免不必要的经济衰退 上周美联储启动了其宽松政策 并做出超预期的降息0.5% 根据数据 金融市场现在认为 加拿大央行在10月23日的下次会议上 降息0.5%的概率约为60% 利率互换市场预计 央行的政策利率将在年底降至3.5% 随着通胀回落至正常水平 央行越来越担心 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 以及通胀率可能回落至低于2% 整体而言 加拿大经济继续增长 主要得益于大量移民 但高利率对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造成了影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支出持续下降 过去一年失业率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 麦克林表示 一些最新指标显示 经济增长可能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强劲 我们将密切关注消费者支出 以及企业的招聘和投资情况 麦克林指出 抵押贷款拖欠率在最近几个季度有所上升 但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 无抵押贷款的借款人 尤其是租房者 明显面临财务压力 麦克林表示 我们现在看到更多这类借款人 在信用卡和汽车贷款还款方面出现拖欠 过去一年 无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中 信用卡余额在信用额多90%的比例持续上升 这一比例先已超过历史正常水平 这令人担忧 他表示 利率决策将根据最新数据制定 在下次利率决策之前 央行还将收到几项关键数据 包括本周五公布的7月GDP数据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